美國不會受烏惡戰爭分心的 他們好幾批人的 其中一批專心就在亞洲這邊的 我們想請問一下這個董 董委員 最近一連串的新聞 這個您怎麼看 臺灣確實還在被關注之中 好 第一件事情就是 今天來這邊的這個六位的 美國的跨黨派的這個國會議員 分別是這個格瑞姆 這個費南富茲 波爾 波特曼 賽斯 還有這個傑克森 這六位其實都是橫跨了參眾兩院 橫跨了這個美國的民主黨 共和黨的這個重量級的資深立委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意義 就是上一次我們不是說 那個美國的眾議院的議長 這個裴洛西要來的時候 是為了什麼要來 紀念這個台美關係法 這個訂定四十三週年 所以我相信這一次的 美國的國會議員來 他的主軸應該是環繞在這個 就紀念這個台灣關係法 那這代表什麼 其實今年也是這個中國跟美國的上海公報 這個上海公報這個簽訂五十週年 美國拜登政府一點都沒有想要這個紀念的意義 是這個中共他單方面的一頭熱的想要紀念 所以上一次就是前兩個禮拜的習近平不是跟拜登不是有通了一個視訊電話嗎 習近平公布的這個他講話稿裡面還特別講了這一段 今天是中國美國上海公報 五十週年中美關係應該怎樣怎樣 拜登一句話都不坑就對了 所以說你兩相對照 你就可以發現 等於是說這一次的這個國會議員的 美國國會的議員的訪台 其實代表的等於是說是拜登政府 不分政府也不分國會 共同的重視台灣挺台灣 還記不記得二月份的時候 拜登特使團才剛剛來 那次二月這個十八號的時候 拜登的特使團是以美國的前 這個國家安全 這個方面的前高官 卸任高官以後 組了一個訪問團來表達那個 那個俄物戰爭的時候 來表達對台灣的支持嘛 那這也是國會議員 等於是說在美國的政府 國會政黨 其實都不分的一律來支持台灣 我覺得這個是有很重大的意義 就是說你可以看 美國到現在為止 美國是全方位的 非常關注烏克蘭戰爭嘛 美國的那些 他的國務卿布林肯 他的這個國家安全顧問 蘇利文也都在歐洲 在各國穿梭外交 拜登也在忙著 跟印度的這個 印度的這個總理莫迪 通電話 就是說美國政府 在忙著處理烏克蘭戰的時候 沒有忘記台灣 也沒有忽略亞洲 更加重視著中國 對台灣的威脅的可能性 以及對亞洲威脅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做所有的這一些 美國政府的舉措其實是 我覺得是讓我們亞洲的各個國家 其實是可以安心的